看这盘球,打得很细致 看看母球能不能利用绿色三分球 不是特好,力量太大了 在尝试右侧的这颗红球,有没有远先进攻的机会? 还是考虑防守 粉球上方的这颗红球,有没有下球的线路 刚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缝隙 但这很明显的防守意味啊 40比0 点色球,中弹 需要发一点点力,而且需要很精准 母球,失误了 看看最右侧的这颗红球,是不是给梁伯留了出来 打得厚了一些 应该是没有留出 梁伯决定 最左侧的这颗红球,左下角抵带 梁伯伯还在观察 这也是本次邀请赛上我们出去调的一个细节 梁伯伯基本上在每次击球之前都会仔细地观察一下整个台面的局势 很认真 很投入 非常渴望 本届BTV国际 斯诺克北京邀请赛的冠军 好的 头衔 看一看 绿球 有机会 绿球需要发力 在关键打进绿球之后 看他母球的位置 两颗 叫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 力量稍稍大了一些 看看中代还有没有机会 力量太大了 过去看一看啊 这个中代难度太大了 看看 这角度非常大 优越 敢不敢打 需要很准 好球 叫到粉球 左下角底带 非常准啊 这个中代 确实 刚才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 角度很大 对 非常准 应该说 从中场休息看到的凉薄心态 确实是也贯彻到了笔色当中 对 确实是坚持以我为主 我觉得进攻至上 什么样的球都打 心态还非常好 关键是 梁安波也自己说就是 希望利用中场休息来调整一下自己心态 不要太着急了 因为他认为上半场之所以 在马快尔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被对手打仗3比3 主要是因为自己心态急了 嗯 就是因为对手 发现对手没状态自己心急了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迅速的拿下比赛 把心态放好了一杆一杆打 叫中代 这个位置叫的很尴尬 中代不好打 底代也不好打 非常难受 看了一眼黑球啊 黑球再看看右上底代有没有下球 粉球底代也有机会 那就是他这杆打得太低了 其实完全可以叫粉球底代 看看他 看他 在犹豫啊 确实是在犹豫 粉球这个角度都太难了 打黑球他又怕打不进去 还是选择粉色6分球 还是选择粉色6分球 对 中代啊 打中代 打中代 看看中代的准度 厚了 厚了 厚了一点 2分球 这样 嗯 太强行了 厚了一出一出杆就厚了 嗯 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个 防守 嗯 基本上在这种可以考虑防守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想了 肯定是要去进攻 中代 看看这杆厚了 马可爱尔今天 不许他 以他的脾气 心里也很着急啊 要是小小组赛的马可爱尔 可能现在早就 打了一个零星 对 一击绝成了哈 底代 要打得很薄 好球 看看母球 好的 运气不错 刚好吃到带脚了 粉色球有机会 过去看一看啊 两颗红 连在一起的两颗红球 左下角底代 究竟停到什么位置 自己最舒服 整盘球的 全局观 凉博的全局观还是可以的 好球刚刚好 19比40 落后21分 台面剩4颗红球 没问题啊 分数还是足够的 中底竿弹 看看本球 要同一个底带 底竿轻轻一点 较红球的右下角的底带 他左手刚好 另一点 对马可爱尔来说 肯定在想 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来的太早了 小组赛 这就是三战全胜 昨天包括半决赛 打太阶王帝亨德利 应该说都是比较轻松 对亨德利给任何一杆喘息的机位 他都能够锁定胜局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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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